应该是在06年的时候 就拼多多的老板黄征 在美国硕士毕业 他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去微软 还有去一个初创企业 叫谷歌 他非常犹豫去哪 然后这伙计命好 在大学是帮过丁磊的忙 丁磊就把段永平介绍给了黄征 段永平和巴菲特 花了六十万美金吃饭的时候 又带到黄征一块去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越优秀的人越勤奋 勤奋又会越幸运 段永平就给他说一句话 他说如果将来你想创业 就要去谷歌 一定要去一个创业型公司带 因为微软已经成熟了 那么大的公司 分工那么细 对你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黄征去了谷歌 没半年上市了 然后他有了原始股票 一夜之间 他有了几百万美金 所以就完成了他的第一筒金 通过这个 知道找什么工作了吗 特别是对我们草根的家庭 去一个成长性的企业 水涨船高 他涨能把你给带起来 叫君子学会借力 我们这辈子成长 成长过程中的努力确实重要 但是我更多的想说 机会更重要